在陕北插队的七年 给我留下的东西几乎 它是带有一种神秘也很神圣的 这么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在后来的 没有一种挑战一种考验 或者要去做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脑海里翻腾的 这个都是陕北 高原上耕牛的父老兄弟的沁田银 下雨瓜风味是在窑洞里跟他们打草 晚上跟着看牲口 然后跟着他们去放羊 什么活都干 一段经历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出身于革命家庭的习近平 15岁的时候去陕北农村插队 也正是那一段经历给了他一种力量 一种勇气和一种生活信念 就在冬天打扮的时候 习近天的四伙也就二话不说 外政部队广州教的都下去属 也不考虑了什么厚一病不厚一病 我在包子上开到四川龙头拜找庆 他自闭到绵阳学习 回来以后摆成了 了解是摆成了 是一次第一口沼气 第一口吃的是颇费功夫 就是一直看到这个沼气 吃的两边的那个水位在涨 但是就不见气出 最后这个一突开啊 就见我满脸喷粪的 满脸是粪 但是呢 气就呼呼都在冒 我们马上就是接气管子那后 我们这个沼气灶上 就冒出一尺高的火焰 那个已经憋着 我看那个再憋着的那个池子要炸了 就在那个时候 我们这个沼气池是通开 另外的沼气池可能相隔了一两天也能建成 但是我们还是比 大家去推荐它 采建了这个沿岸地区 上山下下 这期奉祀代表大会 在这个会上呢 给他降了一个三轮摩托车 如果是他要刺激把这个摩托车用的话 就去旁边来 但是呢 他没这样做 他觉得说这个摩托车 这个从商用客不使用 就到龙介公司去的话 就换个手符托车去 带了一个摩托车 还带了这个封碎子 所以一次来他就换了这三软 到龙介公司到龙介公司以后 那个我一家一块吃饭去了 我这个家吃饭去吃到 吃到家去一家 这个管司不是一切两切的厨房 情务也许是靠到情话上去 他就第一家动作就买了托车来打 这个妈妈这屁股 前面前面七八年来 这么一个一口做上 我用托车坡给你做 做给你四年 这个托车坡都是经历 做个两个差别的做法 妈妈的情思 情思做的这个托车坡 给他个精彩做的 我就是休息还不吃了 一样的一样 寒冷的一样 一样的一口吃 这种内处是 早上是就开始睡一样 想起我走上睡一样 走上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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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站不来 都站不来 我的妈妈妈也开开 走上走上睡一样 走上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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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做得那么久就算了 两个人比辣辣少少都流泪了 活泼 活泼去就在里面 做延传说的 说是一个人可能 一个人可能会十三个人 一个人是抽两包 一个人抽五包 抽的车照着下 我的爷爷也是农民嘛 我的父亲是从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自己也去当了七年的农民 我觉得在我这个 一生中啊 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两种人 一种就是革命老前辈 一种呢 就是我那个 山北老乡 这种历练对你今天有什么影响 看到了 人民群众 的力量 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 真正理解了老百姓 了解了社会 这个是最根本的 很多实事求是的想法 都是从那个时候 生根发芽的 以至于到现在 每时每刻影响着我